我们再来看一个火字旁的写法 一般的时候这个火字 它的笔顺呢 是这边一个点 然后这边一个点 然后再写中间 是这么一个笔顺 这个会比较容易到回头演化 到行书的时候呢 相对比较好操作 我们说到行书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是这样写法 是吧 然后它变成偏旁的时候呢 也是这边是这样 它点这个就变成一个竖片了 是吧 从这儿是竖 然后到这儿是一个弧度的片 这个点呢 要跟底下连起来 是斜的 它偏靠上 所以这样的这边一个点 可以改成竖点 因为它要压缩 这边 像这边 这是一个火字旁的写法 我们看到例子里边 比如说灿 烂的 烂 它大致的用法是这样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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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